世界中的社会、社会简报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 哈里和梅根的保安在护送期间封锁了街道 英国每日电讯 狗仔对摄影师表示 他们不对涉及纽约苏赛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的 近乎灾难性的汽车追逐负责 报道着对夫妇访问的自由摄影师表示 这对夫妇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处于直接危险之中 他们认为苏赛克斯安全护送人员使用的车辆可能驾驶危险 可能封锁街道 名人新闻服务机构Backgrade USA正在调查 有关这对夫妇的安全受到狗仔对威胁的指控 该公司的摄影师否认他们参与了任何险些失守 称公爵夫人在颁奖典礼后被拍到在计程车后面微笑 与此同时 英国财政部透露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 花费了政府估计161.7万银磅 该活动于2022年9月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 在此之前进行了为期11天的全国哀悼 格雷厄姆声称 劲爆集团是一个有组织犯罪集团 BBC 记者格雷厄姆 詹森 Gran Johnson 声称 劲爆集团报纸是一个有组织犯罪集团 十多年来一直犯下系统性犯罪 詹森是英国侦探的主编 也是NGN周日人民的前记者 他在该组织的民事审判中提供了证据 涉嫌骇客攻击并增加了英国正在进行的电话骇客丑闻 詹森因在2006年入侵肥皂明星约翰·安德森的电话 以及在2014年歪曲司法城市而被判入狱 另一位前侦探史蒂夫 惠塔莫尔 Steel Whitmore 在周五的审判中证实了这一指控 《极禁报》的记者多年来向他支付了数千英镑 以获取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私人资讯 包括入侵语音邮件 詹森的指控之一是 该组织将记者安置在名人家外 已跟踪来往 这可能意味着包括休格兰特在内的17人 有全起宿该组织侵犯隐私 以中国长安、金西安、蔚蓝本的花园城系统 英国每日电讯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到埃比尼泽 霍华德的花园城市 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创造了一些最著名的城市 并牢记特定的理想 作者提到了一个八世纪的京都 它有一个以中国长安、金、西安、蔚蓝本的网格系统 早在曼哈顿存在之前 缩小版是之前的首都奈良 这座城市有寺庙、神社和精致的花园 以城市的山脉为背景 15分钟城市在英国由于与低流量社区有关而两极分化 拉美西斯二世的Paramesis 建在尼罗河现已干涸的河岸上 拥有公园、寺庙和巨大的雕像 但只不过是一座埋在埃及田野下3000年的失落之城 在欧洲黑死病之后 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主义者 回到罗马和希腊的定居点 发展了理想城市的概念 Memory Fillerit等建筑师将他的开创性新型原型命名为Sfortinda 最后 城市规划师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 为普通工人阶级家庭寻求逃离城市的方法 导致莱奇沃斯、Latchworth和维林花园城 Walwing Garden City等花园城市影响了新德里和坎培拉的首都 Cash App创始人谋杀嫌疑人不认罪 BBC 尼玛·莫梅尼·尼姆·莫曼尼 对谋杀科技企业家鲍勃 李·Bob Lee表示不认罪 检方声称杀人是有预谋的 认为莫曼尼将李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 并在胸部刺伤了他两次 尽管如此 莫曼尼的律师反对使用闭录电视录像 称他显示的内容不足以最终确定事件 虽然检方没有提出动机 但法庭文件显示 莫梅尼向李询问了他的妹妹 莫曼尼的妹妹Kazar Eliasnier 嫁给了当地的整形外科医生 她和她的丈夫都参加了听证会 莫梅尼被命令在审判前被拘留 男子在明尼苏达州一系列 清真寺破坏事件中被捕 美联社 一名42岁的男子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的一座清真寺 故意纵火后被捕入狱 这标志住今年对该州穆斯林 礼拜场所的第六次袭击 奥罗默美国Torhead伊斯兰中心与社区中心 一起在火灾中严重受损 当时没有人在清真寺内 也没有受伤的报告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 明尼苏达州分会执行主任 呼吁明尼苏达州的清真寺加强安全 并呼吁警方加强周围的巡逻 我们不会忘记 美国立法者呼吁为阿布、阿克勒 伸张正义 半岛电视台 美国民主党议员要求对半岛电视台记者 希林、阿布、阿克勒、Sherin Albu Aukar被杀事件负责 他在去年5月报导队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城市吉宁的袭击时被枪杀 立法者与记者的家人一起 再次呼吁对阿布、阿克勒的死进行独立调查 一些人提议重新提出法案 具体说明美国参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侵犯人权的行为 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38亿美元的援助 此前曾反对在国际刑事法院追究阿布、阿克勒的责任 他被活活烧死 然后在他自己的谋杀审判中作证 英国独立报 一部新的纪录片带走他的火讲述了球弟 马林诺夫斯基、朱蒂·麦琳奈斯基的故事 他说明制定了新的俄亥俄州法律 并在自己去世后在法庭上作证 马林诺夫斯基在男友迈克尔、斯莱格、麦克·斯雷格 袭击后 全身90%以上被伤伤 后者于2015年在俄亥俄州加油站外 将他浇在汽油中并点燃了塔 马林诺夫斯基活了将近两年 最终因伤势过重而屈服 俄亥俄州的新法律规定 对用包括汽油在内的加速机攻击和毁龙受害者的罪犯判处六年徒刑 同年时被三个白人男孩摸索让我对男人保持警惕 作家马楼里、布莱克曼说 英国每日电讯 英国作家马楼里、布莱克曼、Malory Blackman 讲述了他12岁或13岁、10倍三的男孩摸索的经历 这位前儿童奖得主在接受BBC Women's Hour采访时透露 当他独自去观看迪士尼电影《罗宾汉》时 他遭到男孩们的种族虐待、约束和性侵犯 布莱克曼曾两次试图在成年后完成观看这部电影 但透露这段经历太痛苦了 他评论说他被摧毁了 这一事件让他对男人保持警惕 布莱克曼写了70多本书 并用科幻小说来探索社会和伦理问题 用谭公就妹妹的密歇根男孩说他只是幸运 美联社 5月10日 一名13岁男孩用谭公将他8岁的妹妹从绑架未遂中解救出来 这名男孩在玩电子游戏时听到妹妹尖叫 并说他拿起弹弓打开窗户 伸手去拿大理石和利石或其他东西来阻止袭击 警方抓住了这名17岁的嫌疑人 并说他有明显的伤口 这名男孩被指控犯有绑架未遂和其他罪行 谢谢收看社会简报